耶恩是一个很有钱的电视制作人 同时也是一个变态 他从腐败的监狱里买了十个死囚犯 并且来自不同的国籍 男女都有 他准备把这十个囚犯放逐到一个荒岛上 让他们互相残杀 直到只剩最后一人 而最后的胜者不仅可以获得自由 还可以获得一大笔钱 耶恩在岛上建了一个观察基地 全程直播这个变态的生死真人秀 以此来大赚一笔 游戏时长为三十个小时 死囚们的脚踝上被安装的定时炸弹 同时炸弹上面还有一个小拉环 一旦小拉环被拉掉 炸弹就会爆炸 当然三十个小时一到 炸弹也会爆炸 很快囚犯们就被直升机投放到了岛上 与此同时直播也开始了 然而有一个囚犯在投放的时候 直接领了盒饭 这样就剩下九个人 囚犯黑妹上岸之后 就被肌肉大叔盯上了 两人展开了殊死搏斗 虽然黑妹体型上不占优势 但最后愣是拔掉了 肌肉大叔脚上的炸弹拉环 肌肉大叔被炸死 这样就剩下八人 男主杰克也遇上了一个死球 胡子哥 三两下就把胡子哥制服 但是本着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的原则 杰克放了胡子哥一马 很快第一波空投来了 日本小哥和黑人小哥 都盯上了同一份空投补给 镜头对准了他们 两个人互不相让 就这样打了起来 最后黑人小哥拿着补给跑路了 日本小哥在追黑人小哥的途中 遇上了另一个囚犯贾克男 两人情投意合 成功结盟了 这时 杰克也遇到了一个身高两米的大块头 两人一眼不合就打了起来 开始时 杰克是处于劣势的 但在打斗中 大块头脚上的炸弹拉环 不小心被草刮掉了 大块头爆炸死亡 这样就剩下七人 此时观看直播的用户 已经超过了一千万 由于动静太大 并且这种直播明显是属于违法的 所以这场真人秀直播 就被FBI盯上了 但是FBI目前还无法判断 他们的具体位置 FBI决定 从男主杰克的可疑身份展开调查 此时岛上的胡子哥和妻子胡子嫂会合了 原来胡子嫂也是其中的一员 但是还没信服多长时间 二人就被刚刚结盟的 日本小哥和贾克男碰到 胡子哥和胡子嫂 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 胡子嫂先是被贾克男强暴 接着就被炸死 这样就剩下六人 而胡子哥虽然侥幸逃离虎口 但是他的腿去瘸了 这时杰克发现了胡子哥 胡子哥向杰克请求救助 但杰克想做的却是另外一件事 他设法把自己身上的定位仪屏蔽了 然后偷偷潜入观察基地 用通信设备 给自己在美国的女友打了个电话 并告诉女友自己所在的岛屿的位置 话音刚落 杰克就被伊恩的追杀小分队发现 并追杀 此时FBI也查到了杰克的真实身份 原来杰克曾经也是一名FBI特工 因为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被捕入狱 而他的上司却并没有救他 所以他才成了死球 杰克的女友把位置告诉了FBI FBI决定去营救杰克 大逃杀还在继续 岛上的黑妹被黑人小哥抓获 黑妹使出美人技后 趁机拉掉他的拉环 黑人小哥被炸死 这样就剩下五人了 此时日本小哥和贾克男 也找到了躲藏的胡子哥 对胡子哥又是一顿虐待 杰克赶了回来 但还是晚了 胡子哥被贾克男杀死了 这样就剩下四人了 第二天早晨 杰克就和日本小哥 贾克男打了起来 节目组给日本小哥空投了武器补给 杰克一直处于下风 在打斗过拳中 路过的黑妹不幸被贾克男误伤 杰克本来想救一救黑妹 情急之下 黑妹拉掉了自己的炸弹拉环 伴随着一声巨响 黑妹被炸死 日本小哥和贾克男 都以为杰克也被炸死 只剩下他俩了 但其实杰克躲过了一劫 这样就剩下三人了 不知情的日本小哥和贾克男 开始互相残杀 日本小哥在逃跑的过程中 又遇上了杰克 三个人又打成了一团 结果日本小哥被杰克一刀刺死 这样就只剩下两人了 两人一见一后展开猫捉老鼠的游戏 此时节目组给贾克男空投了武器补给 枪 贾克男有了枪火力大增 杰克被枪击落下了悬崖 观众们都认为杰克死了 这场真人秀直播总算落幕了 获胜的贾克男找到了节目制片人伊恩 想要拿回比赛奖金 但是却被告知根本就没有奖金 贾克男一气之下杀光了基地内的工作人员 正打算杀死最后一个工作人员 金发妹时 醒过来的杰克及时赶到了 枪杀了贾克男 救下了金发妹 伊恩坐上自己的直升飞机逃跑 但是被赶来的杰克 用炸弹炸毁了直升机 伊恩被炸死了 岛上就只剩杰克和金发妹活着 作为回报 金发妹给了杰克解开炸弹的钥匙 最后杰克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回到了女友身边 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